美国专家,袭击的时机证明与伊朗无关,相反美国军方可能参与。 阿曼湾邮轮遭遇的第二次神秘袭击,加剧了中东地区本已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。 破坏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德黑兰的会谈。 安全分析人士。 美国海军前核反应堆操作员马克·斯莱伯达接受俄卫星通讯社的采访表示,美国军方可能参与了这起事件。 美国匆忙将阿曼湾事件归咎于伊朗,这加剧了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不断升温的紧张关系。 6月14日,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坚称,伊朗确实这么做了。 这引发了德黑兰方面的强硬回应,指责美国诉诸破坏外交,并在没有丝毫事实或间接证据的情况下,直接提出指控。 与此同时,华盛顿方面对阿曼湾事件的描述开始出现裂痕。 因为日本相关方面表示,它的船受到的攻击是飞行物,而不是美国宣称的水雷。 2019年6月13日,日本和挪威两艘游轮在经过阿曼湾时遭遇袭击。 一个月前,今年5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类似事件,当时四艘商船在阿曼湾被击中。 国际事务与安全分析师,美国海军前核反应堆绿营商马克认为。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哈梅内伊举行高层会谈期间。 伊朗袭击日本船只的可能性非常小,并就谁可能真正从此次袭击中受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。 问,当两艘游轮被爆炸击中时,美国急于将阿曼湾事件的责任归咎于伊朗。 为了支持自己的说法,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,据称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近一辆被爆炸击中的油罐车。 以移除一枚为爆炸的水雷。 事件发生后,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立即被派往该地区。 你如何看待美军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反应? 答,美国已经在波斯湾战区拥有大量军事资产。 美国两艘导弹驱逐舰梅森号,USS Mason,DDG-87,和班布里奇号,USS Bowen Bridge,DDG-96,目前就在事件发生的阿曼湾。 非常接近伊朗领海,这两艘航母都属于附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,最近被派往波斯湾。 我们知道,美国拥有直接飞越该地区的侦察飞机和具备作战能力的无人机。 CNN甚至粗略地报道称,一架美国MQ-9收割者,Weaver,无人机在事件发生前数小时内。 据称受到了伊朗海军舰艇发射的导弹的攻击,至少是根据通常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说法。 但没有说明这一所谓的攻击是在国际水域还是伊朗领海内进行的。 美国最近还向波斯湾战区部署了第52颗鞋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和另外1500名美军。 这一武力动和行动肯定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。 当然,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就在附近的巴林。 而负责美国对中东霸权控制的美国中央司令部,在塔塔尔拥有一个大型的前沿作战基地。 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,美国军队已经驻扎在该地区。 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远入了这起事件。 当然,关键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。 问,阿曼湾事件于5月中旬美国指责伊朗发动的蓄意破坏袭击有很大相似之处。 这些惊人相似的情节背后是什么? 伊朗是否实在兑现其威胁? 如果华盛顿继续惩罚德黑兰,它是否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能源贸易? 达,5月12日的事件与此类似,该地区的四艘商业邮轮也遭受了神秘的破坏。 美国也立即将责任归咎于伊朗,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些指控。 当然,美国正在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是一种挑衅,其目的正是机器伊朗做出这样的回应。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非法和单边制裁的角锁越来越紧,旨在吓跑和敲诈所有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和企业。 但我认为,伊朗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采取如此引人注目的行动,因为这个角锁还没有牢牢套在伊朗的经济脖子上。 伊朗仍在做生意,包括石油、天然气和石化产品的销售,一些国家和企业无视美国的制裁制度。 伊朗仍在与欧盟谈判,欧盟正试图找到避免美国制裁并遵守全面协议的方法。 这样对布斯文行业的攻击,势必会促使欧盟抛弃伊朗,向美国靠拢。 目前,全球30%的海上石油和石化产品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。 此外,袭击发生时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德黑兰与哈梅内伊举行历历史性会晤,就继续石油贸易的可能性进行谈判。 我发现,伊朗政府袭击两艘开往日本的邮轮的可能性非常小。 国库卡号甚至是日本人所有,而日本首相本人则在伊朗。 另一艘名为前迁牛星,Front Outair,的邮轮。 由俄罗斯水手担任一半船员,由挪威公司所有。 这家大型邮轮租赁公司一直非常合作,尽管受到美国制裁,该公司仍在继续运送伊朗石油。 基于这些原因,即使伊朗决定采取核选项,试图关闭霍尔木兹海峡。 并终止所有通过波斯温的全球运输,我认为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候,从这些特定的目标开始,也极不可能这样做。 似乎更有可能的是,一些决心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 因为成功的日一外交可能会为伊朗提供一条经济生命线,甚至可能带来和平。 问,与此同时,经营国库卡号。 邮轮的日本公司总经理骗甜蜜笑。 而RTACA,博斥了美国版本的攻击。 调是怀疑船体上是否有水雷。 他强调,船员们在爆炸前看到了两个飞行物。 这个案子怎么解决? 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小组来调查此案,以防止事态升级? 答,特朗普政府和日本公司提出的攻击版本相互矛盾,而俄罗斯政府已经建议并呼吁联合国进行真正独立的调查,这显然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当然,美国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必须受到质疑,因为美国长期以来都有被证实的虚假国旗事件的历史记录。 并撒谎为自己的侵略制造借口,以及特朗普政权大声宣布对伊朗的好战仇恨。 而他们的指控甚至需要非常高程度的证据,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。 到目前为止,你们还没有提供任何证据。 问,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? 在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。 特朗普能否阻止一场潜在的全面冲突? 他会失控吗?是谁在背后把美国拖入困境? 答,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目标,或者至少是推动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内部人士。 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国务博尔顿和国务博尔佩奥,是挑起和挑起与伊朗的武装冲突,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。 这与新保守布鲁金斯学会,2009年发表的政策论文,《Which parts to Persia?不谋而合》。 这听起来像是今天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的剧本。 这样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将把美国和伊朗的盟友都拉进来,并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。 有可能引发巴勒斯坦、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冲突,并重新引发叙利亚和也门目前的冲突。 当然,美国的盟友沙特阿拉伯、以色列和阿联酋都与伊朗有着非常敌对的关系,他们都在积极推动和游说特朗普政权采取更激进的行动。 然而,问题是,这样的冲突是否真的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,还是应该把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放在首位?